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国梁现身比赛现场 督战比赛 开幕式前的深国旗奏国歌仪式 坐在场边的刘国梁站起身 和现场观众一起唱起国歌 这样曾经经典的樱幕 已经19位出现在乒乓球赛场上 深国旗奏国歌仪式后 当现场主持人介绍刘国梁出席时 现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祝雨林与丁宁回归第一时间 刘国梁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近期工作重点就是观察重点队员 为大家会诊 指定更为清晰的奥运战略 本次女平世界杯 女队主力丁宁 朱雨林都参赛 中国队主要对手也悉数出席 这也给了刘国梁观察队员和对手的机会 在朱雨林的比赛结束后 担任常外执导的女队教练组组长李孙也来的看台 与刘国梁交流女队队员的情况 相关阅读 刘国梁主持拼协工作回归宣言 陪国平战东京奥运刘国梁的输赢之间 为大事熬出来的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谢谢